某种程度来说,足球这个项目上也存在文化的冲突,这种冲突就是中外足球界对于足球的理解不一致,而造成的理念差异。 不说别的,总观历届国足集训,如果是外籍教练担任主帅的话,一般不喜欢长期集训,但如果换成本土主帅,一般大赛来临之际,几乎长期集训,成为地不可守的阶段。 沈祥福率领的U25国足训练营就是定型长期训练集中制,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,这次程耀东率领的U19国足提前被淘汰出亚青赛,他们所采用的集训方式也是长期集训方式。 这支国庆队在本次亚青赛前继续训练比赛了两个月,从组队到参加亚青赛,期间夺得两次备赛冠军,熊猫飞和印尼邀请赛。 可最终的结果呢,出局后主帅程耀东反思道,我们为了打小组赛第一个对手打吉克斯塔,完整备赛了将近两个月,针对对手的重要球员,侧眼,习惯出球方式都有系统的演练, 队员几乎都得属于心了,但是过分注重对手之后,自己的计算特点就被遗忘了,这是我作为教练需要发型和提高的地方,准备了两个月,最后倒跟对手,完整的,实践因压力过大没能发挥出水平,最终败北。 换句话来说,这两个月等于白肝了,这就是长期集选导致的恶果。 中国足球历来不善于总结经验,有无数的失败经验却没有好好总结,总是前任犯了这个货错之后有人在犯,周而复始。 一见又,一见,几十年多少次的经验,都证明了长期集选的必大余力,但总有人不信邪,甚至经常还是同一个人当主帅不止一次,反复的一身试法。 这就让人看不懂了,跟本土主帅不同,国足主帅李皮一般主张短期集选,即便重要如十二强散,国足球员一般集选时间不超过一周,有时甚至只有四到五天。 然而从十二强赛国足的表现来看,成绩丝毫不比长期集选的国足差,反而人好于本土主帅,莫非国外的足球强国不懂得长期集选的好处,并非人家不懂。 人家的足球发展了上百年,什么样的东西没见过,没试过,长期集选可能都是人家玩剩下的东西,被认为是不符合足球规律的东西。 这点就像李皮当恒大主帅后,率先在中国实现国外通行的走训制,恒大的足球成绩不仅没有下降,反而几年那两多亚冠冠军。 要知道,这支前国内的球队,都是封闭式集体生活制,球员的训练和比赛,甚至生活都在一起,一天到晚你所看到的就是队友,队友还是队友,是你你烦不烦,还好由于恒大的推广作用。 如今中国足球联赛很多俱乐部,都已经使用了走训制,球员就像普通人上班工作一样,上班训练期比赛,下班回家陪家人。 有趣的是,我国这种封闭式长期集训,的足球模式,曾有人把它复制到了足球强国西班牙,结果杀鱼而归,近几年在国内足球风生水起的徐根宝崇宁,到足球基地人才辈出,出了一批吴磊和张林鹏这样的国内足球优秀人才,曾有十人左右入选过国足,可以说,徐老在国内是情绪人才培养的佼佼者, 其实,崇宁岛的人才培养方式,就是倦养式的长期训练方式,球员隔绝亲碰好友,据悉,徐老有意把这种足球人才的培养模式照搬到西班牙,但在反对声中宣告失败,2015年,徐老正式收购西伊比联赛洛尔卡足球俱乐部,并准备在国外再打造一个崇宁根宝模式,近日聚集林媒体新闻画报的透露, 徐根宝在西班牙收购了一支球队,他想搞类似中国的封闭式培训培养球员,结果遭到当地孩子家长离职反对,甚至还要诉诸法律,尴尬就这样不可避免的发生了,中国足球的模式首度被搬到海外,就这样还没种下种子就已经摇折,无疾而终,让人被感尴尬, 看似这是一种文化的冲突,但更核心的是落后的足球思维,和先进的足球理念之间的冲突,中国足球总是执扭于落后的生产方式,还总想从中寻找一种快速成功的捷径,看似取得某种进步,再以远远落后于别人的速度。